月光中 疲窩裡 浮游 這首歌是與睡眠疾病的題材有關 我猜很多人都會有這些問題 睡覺中間遊走會有些有趣的狀態 整首歌都有一些爵士樂 一開始有些Lo-Fi的味道 其實可能幫到大家睡覺 我好像在電視和Youtube曾經見過這個技術 但自己真的沒有試過 所以都覺得挺有趣 而且看到團隊很辛苦地 打了這個套裝出來 根據我之前的想法 最後這樣實行了 我都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讀大學時有學過模特兒 我就知道整件事其實要花很多心機 所以我也覺得這次機會很難得 混合了一些我平時看的東西 一些我喜歡的元素 例如城市 因為這首歌的歌詞大部分都是提到城市的 而第二段就加入了一個場景 就是在火車 即是在列車裡面玩的 而且我覺得因為那個Dimension很有趣 我覺得好像有些奇幻的感覺 而且稍後會有一個床 這首歌既然說失眠也離不開 有些虛實中間的互惠影響 之前都試過拍MV 但從來都試過這樣拍 XR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現場看 其實它只是幾個螢幕 只是幾個屏幕 但是你在外面看 原來是一個立體的效果 而且外面還有鏡頭動作 即使開頭只是在床上的那個 其實都有一定的鏡頭動作 支撐整件事 所以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Neverland》這首歌 就是講一個失眠的狀態 亦都是在失眠的時候寫的 所以歌詞裏面都是說 失眠之後變成怎樣 風格都是比較迷幻的狀態 有些MV開始用這個技術 只是知道是一個新的技術 但只要是怎樣 在做這個之前我都是不清楚的 一開始好像平平無奇 普通的一間房間 然後慢慢就生了一些樹 他們就用了這個技術慢慢發大 之後就覺得是去了一個森林 他們之後都畫了一個森林給我 拍攝的過程其實都很順利 因為導演都很知道要些什麼 不過在一個前面其實沒有東西的情況下 譬如要跟那些生物 亦都是導演和藝術導演創作的一個生物 就是一些奇怪的生物在那個世界 然後當我要跟他們互動 但其實他們又在某個前面 然後我就要幻想前面的一件東西 終於可以試一下和空氣做戲的這種感覺 本身好像寫日記一樣 本身沒有說要說到很深刻 或者我本身沒有就著某特定的題材去寫 但好像寫著就去了一個比較是壓抑的位置 不是說很有希望的這首歌 但我想大家都知道我都是在經歷這件事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XR我還以為的 iPhone XR拍攝的 我看了一些不同的參考 可以試不同的玩法 通常XR就是一鏡 可能是一些場景 場景自己動 但我又想有些像平時MV會出現的東西 有故事性的MV 這件事是分了三個場景 其實第一個場景是他穿白色衣服的時候 他好像是不小心去了一個未知的地方 發現了這個世界 可能看到別人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場景是我穿灰色衣服的時候 進入未知的東西 我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開始有點恐懼 然後我嘗試去告訴一些人 但最後竟然是被捉入這個審問室 就是這樣的概念 整件事剛才拍MV 我想的都是一種好像無法呼吸的狀態 我自己也試了一些實物的資料 可能跟XR去融合 我的感覺都是很新鮮的 好像以往的預算都要給予場景 但XR就是很快 你就可以轉去下一個線 然後你想的東西 都可以在電腦上做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很餓 因為我通常都是自己想過的東西 就在電腦上做出來 但是我喜歡 разные Eins都不自遇 再不遇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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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